中央民国112年9月1号星期五 好这几天雨真的也是蛮多的啦 雨水丰富 这首歌是欧阳娜娜唱的 好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甜甜老师 因为呢我们的地表最强的电影宇宙达人呢 迪亚今天要疯狂的赶场 而且可能是海外场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美剧达人 我们的追剧达人甜甜老师 我记得前阵子啊 那个甜甜老师啊 就给了我一则新闻 那个新闻呢就讲说 哪些国家的人 不是某个国家的人 尤其是日本 最舍不得看完所有影集的最后一集 不管是连续剧啦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只要是有连续系列的 最不想看完最舍不得看完最后一集的是日本人 对不对 竟然有两成的观众都不看最后一集 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对真是奇妙的 我以为只有我耶 对我立马就想到你 对我果然就是有这个高沟黎 跟东营的英子 我就是最不想看完最后一集 我曾经忍住你看我鱿鱼游戏哦 忍了多久才看最后一集 你也忍了多久 通常鱿鱼游戏这种大家会迫不及待 对 因为它是在on的对不对 它不是马上就有的 对 我是忍了大概两个月吧 哇 应该两个月后哦 对 我才看完最后一集 而且我为了要抑制我要偷看 想看 我还要赶快先看别的剧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日本人会最不想看完最后一集 他们的爱剧 所以这个文章里讲的当然就是说 现在的日本人还是普遍 已经其实失落十年了 仍然在失落 30年 对 已经快失落20年了 所以最近我觉得日剧又有一个复苏的感觉 对 所以有蛮多好的剧 跟他们的国力有关系 对 就是有一些清新的 有一些很活力 活力的 不同的 所以呢 开始又开始有很多的人开始想要看日剧 就是看他自己国家的剧 而不是韩剧 你知道吗 那但是他们普遍就发现 尤其前一阵子有几个还蛮夯的 譬如说重启人生 这个我虽然没有讲 可是我还蛮鼓励大家去看 那在之前当然就什么什么半折 半折 半折指数二 对 然后还有这阵子 牧村也又出来演了 然后福山雅治等等 这些大牌的都出来 那他们就说 这是他们最近治疗自己 就说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重新再看这些大咖的剧 让他们疫情过后 心情可以变好 可是他们会舍不得 因为你也知道这些大咖 其实都已经五十几岁了 像我们有一些喜欢的都都再也不出来 还记得吗 这是他们我们以前 疫后康复的保健品 保健品 可是他们就存着最后一集 就不要看 我其实最想看那个人 就疫情期间好像也走了 就田村正合 你记得他有个什么 邪奏曲 那是邪奏曲吗 还是长假 不是 田村正合 不是牧村拓哉 老先生 老的那个 邪奏曲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 会勾起你 年轻的回忆 对于日本全盛时期的那些大 等面华 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也非常非常喜欢看的 像《华丽衣足》 《华丽衣足》 对 也是好看的 不得了 就是那种 你知道那个 三奇 三奇风子 对 他以前的那些剧 我也是 《三奇风子》的一系列 对不对 对 我也是都会舍不得看 舍不得 尤其是 我的《华丽衣足》 你不要说我哭到什么程度 连男生都哭 对就是会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其实是非常硬的一齣戏 对 可是他就是 我觉得他是牧村拓哉的神作 对 太好看了 对 所以 我们有一天一定要讲一下 《三奇风子》的一系列的作品 似乎 帆帆就不太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那这集其实不需要控音 我们又一直讲 没有间断 对 没有广告 所以最近因为 所以不要控了 帆帆你就去喂奶吧 好 因为日剧又在复兴了 所以就开始有人 就是又燃起一些希望 还有生活的乐趣 所以他们更要 珍藏那个最后一集 我跟你讲 田田老师呢 因为他曾经去国多年 就流血 就分发到一些 美国的那个边疆去念书 所以说他有一段 失落的日剧时期 后来呢 他又回来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更早了 他没看 他是回来后才看更早的 对 所以他对日剧的情深深是更比较近 情感是更近一点 对 他说日本失落不是20年 是30年 反正自从他们买了不祥物洛克 飞了大楼以后 他们就开始失落了 他有一个世代 你想吧 零岁到30岁 他们不知道房地产是会涨的 有这个世代 就是不知道房子是会涨价的一个 还有第二个就是 他们的疫情 日本人整个 内缩的很厉害 就是长辈最多的国家了 第二个更不想出国了 对 然后更保守了 对 可是自从令和开启以后 我觉得他们有点变 有在复苏 有在复苏了 对 就是有好一阵子 我们觉得日剧不好看 对 非常 所以大家都转去看韩剧 然后我们都偷偷讲 对 因为我们不想诋毁日剧 对 我以前还发誓不看韩剧 还在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支持日剧 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种日剧迷对不对 是觉得说 那个 我们不能备判 我们不能备判 对 后来整个大备判 是没办法了 是没办法 可是你会发觉 最近有一些日剧 对 又开始好看 就是有注入心血了 对 就是这个民族 不管是经济还是 还是商业 还是他们的活力 娱乐圈 对 因为有一次 我们听一个 因为早期不是有很多 那种精品店 都是进日货吗 对 我有一次听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好沮丧 我都不敢相信 因为以前我们去买那种 海外的那种小礼物 我们一定都是到小礼堂之类的 对不对 对 后来我就发觉说 开始你会发觉 很多日本的 很棒的文具 是大陆制 那接着呢 我就发觉 他的那个精品委托 就是代售的那种 他们都不买日货了 他们都是去东大门 也后来东大门也不流行 他们就是自己去找韩国的店 你看不到什么日本的流行服饰了 是 对不对 就是被取代了 对 所以这次我们一定 希望日剧能复兴 希望日剧能复苏 对 不像这种不看最后一集的 据说呢 还有 他们连漫画也不看最后一集 就是 什么都不 不把他close 不想关门 对 是不是 就他们有那个障碍 对 所以我不知道 江泰会看书的最后一页吗 我只看头尾 今天甜甜老师的主题就是 最舍不得看完的影集 对 我们这么多年来 追了那么多的日剧韩剧 当然美剧是我的主要的喜好 但是呢 最近我终于把 我最喜欢的一出剧的最后一集看了 你有忍吗 有无限的惆怅 有我一直忍 你有忍了 因为你要忍得很辛苦 因为美国的媒体 你就会一直每个人都讲说 啊 最后一集实在是太悲壮啦 或太好看了 或什么 所以你都必须要闭眼 不是舍不得睁开 是必须要 闭起来眼睛 close your eyes 对 完全不能看 也不能听 也不能看那些讨论 因为讨论太多了 他会在各个社群媒体 对 丢过来 冷不放你就看到了 对 因为这个呢 是不只是 是一般人喜欢看 连明星 还有据说凯特王妃什么 英国都看 这个这个剧 影响了所有呢 会说英文的国家 都是几乎都是top 这不就像六人行 对 那他是因为他比较 受欢迎的 不过他这个内容 对 我 要由你来讲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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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他的名字 就是要抱着 崇敬的心情 讲 succession 然后中文叫 继承之战 这个 夯剧 对 这个是 我记得前几季嘛 对不对 一共总共有四季 然后他终于 爱美奖的常胜军 对 对 他从第一季开始 就是常胜军 而且主角得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奖 好 你先讲他的大一 可能有人没看哦 他们以为是韩剧的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所以我们先看 他首先 你就已经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品质有多好 他总共有四季 可是他拍了五年 也就是他平均是 一年只拍一季 那中间是因为有COVID 所以他慢了 所以他原本 所以多少人哀求说 再来第五季 这个作者 这个导演都说 No more 就这样了 我们今年 这就是最后最后了 不会再 不会再演了 也不会 所以大家是一年 他陪伴了我五年 你看他第一季是2018 人生中的五年 多少个五年 几个秋啊 对 这不像日剧是 或韩剧 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你就算痛苦 一下下 就像OK蹦一样 撕掉就算了 可是这个是陪伴我五年 因为你一季结束后 你要再等一年 才会有第二季哦 然后 所以 尤其在COVID之前 你就听说 他还要用一年半 才来拍最后这一季 你就很痛苦 我跟你讲 我更痛苦的是 你们起码等了一年 对 我的比利时 第一季拍完以后 2018 到现在第二季都没有 叫飞入黑暗 第二季啦 第二季拍完了 没了 对 很多巨色 连怪奇护语都有拍完最后了 对 那比利时在干嘛 我没看比利时 好看吗 没关系 算了不用了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第二季以后就没了 对 他掉足了大家胃口 不拍耶 对 好 那这个继承之战呢 第一季就 一推出就很轰动 对 非常轰动 那大家明显的 从字面上就看出来 一定是在讲 某一个集团 要选谁来当接班人 或继承人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你会觉得 韩剧日剧 其实都有 其实华丽一族也有一点像 这样 就是说 一个非常powerful 有力的爸爸 好 这个爸爸呢 建立了一个媒体大王国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像是今天的CNN 就是 美朵 对 美朵 对 那他建立了一个全世界 都看得到的新闻平台 那只是在这个剧里面 他更夸张 他还拥有像迪士尼啦 然后乐园 然后永远有饭店 拥有什么什么 他就是一个比CNN还要更庞大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 这个爸爸呢已经老了 但是他是从一个苏格兰的 这个移民身上什么都没有钱 到了美国 却后来建立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 所以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强硬 所以在英国也很红 对 对 所以就是他呢本身就觉得呢 坦白说这是很多家族的问题 都觉得他的小孩没有一个 配 就是因为他从什么都没有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庞大 那你们这几个看起来就是都不行都不像样 就是很典型的家族悲剧 有的时候就从这里开始 就是爸爸太有能力或妈妈太有能力嘛 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 所以好这个爸爸就有四个小孩 那他一共有三个妻子 那当然就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情人嘛 那只要是秘书什么 可能都曾经跟他有过一腿 好那倒不重要 但是 mother two 对 他他真正结过婚的就是三次 所以老大生的 老大是第一个妻子生的 那么中间有三个三个小孩 就是这个剧的主角 两男一女 两男一女 就是这个剧的核心 是是二太太生的 那那还好这些太太呢 就是反正都离婚 就是过着这个逍遥游了 就是其实是不干预这些家族的 赛养权 赛养一生 对剧组剧里面没有 这些他们都是很为不足道的角色 所以主要都围绕的这个爸爸 真的真的也是老了 总要去想要传承 可是他这个老大呢 就是第一个妻子生的 完全第一马上就表示 我没有兴趣哦 我只是想要这个 就是享受人生 所以反正他也已经是 提早就每个人都有股份嘛 所以他老大就已经说 我不要继承 所以他根本上 就是不在这个重点里面 可是老大就很好玩 因为他有钱嘛 他就想要 甚至要去重振 中间这个三个小孩 两男一女 就是这整个四季以来 都在想着 自己有可能是接班人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于他的老爸 其实永远都是 我们中文怎么讲的 就是很有心机 又很有控制权 但又很有手腕 他让这三个小孩 永远都觉得可能是我 比如就是他第一季 就是先让他的那个二儿子嘛 二儿子 那也就是本剧 得最多最多人的肯定 然后也最多最多 男主角其提名 老二 他叫Kendo 那他的本名叫 Jeremy Strong 好 大家请日后 一定要关注他 他将来绝对是 非常非常 那个前途无量 那现在已经非常多人 重视到他 他演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个老二 第一季 就是第一开始 就是演的是 他已经准备 要去接班了 要进程了 对 因为他爸也都公开说 应该就是给老二了 因为老三是个女的嘛 那女的觉得 坦白说 美国人也有这种观念 就是你嫁了嘛 然后而且你好像 本来也就没有想要 管理这个 而且你 他女儿也是对政治选举 比较有兴趣 那小儿子就太小了 所以就很明显的 应该就是落在老二身上 唯一看得上的 好像只有一个 对 所以他们还是有点传统 没有想要给女儿嘛 然后小的又太小 所以你大家都合理的 第一季就是认为 那就是应该就是老二了 那老二呢 也就准备 要这接了 而且他还是觉得自己 很有能力呢 想要去并购一些新创公司啊 他比他老爸更有一些新的资讯 所以呢 他老爸就表示 应该是要给他 但是第一季就没有给他 所以西方的老爸很奇怪 就是尤其是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没有那种程度 我们只有不成才的小孩 可是没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也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继承 但是你会看到美剧 对不对 很多会围绕着就是集团 然后你要怎么 你要接班谁 可是想放手 又不愿意放手 就是爸爸太厉害了 对 事业太大了 那事实上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美国的心理学家 已经有一个专门的 叫做症状 就是说如果以后 你的小孩有这个症状 这就叫做 Succession Syndrome 就是 因为这个剧 而有了这样的 已经心理学家有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turn 就是说这个疾病呢 通常心理学家发现 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因为他们发现 到他们诊所的孩子 几乎这些有钱有势的小孩 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说 一方面爸爸妈妈好像疼 但一方面爸爸妈妈又不肯定 因为他觉得 我这么大的事业 你行吗 你行吗 你凭什么 所以这就是 已经有这个症状出来 我也想去挂号一下 让那个心理医生困扰 说这个没有 他没有这个症状 那甚至还有 刚刚我们讲的 舍不得看最后一集 那美国也出现了 叫做Succession Depression 也就是 看完就是我 产生忧郁症 因为觉得 人生 人生无趣 这个五年来 我看着这个家族 你争我夺 然后我看着他们 好像我 我已经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 我觉得你才要去继承 对 我觉得我也要去 你也要去 对 你比他们还认真 真的 而且我太喜欢 那个老二 你是喜欢那个 本来要继承 第一季要继承的 那个男主角 那当然我就不剧透 就是说 每一季 你都可以看说 突然妹妹 本来是不想要继承的 突然也觉得 为什么我也不来 抢一抢呢 这不是C卡都吗 对 本来是C卡都 对 就是本来没兴趣的 因为觉得说 你们瞧不起我 你瞧不起女性 那我现在女性 现在女性要抬头 所以我也要 为什么我嫁出去 就不行 那这个老妖 也是你们慢慢的 去看的话 大家原本觉得 她就是小屁孩 感觉她也是 理论上 如果我有亿万的财产 其实我也不想经营啊 就你一开始会觉得 她应该就是去 比较玩事不光 对玩模特儿啦 甚至开跑车 这样就好了 她慢慢的 她爸也觉得说 我觉得你哥不行 我现在要栽培你 然后所以 她 这是有看我们的公斗剧吗 对对对 她会这样子玩 玩自己的小孩 对她爸就会把 一个一个偶尔都叫进来 说其实我觉得她不行 不然妹妹你来 或者是把小的也叫进去说 其实你哥真的也不行 我告诉你 她其实是闯了很多娄子 她也是 这小孩哪个是她亲生的 每个都是 可是她就是有偶尔 就是她等于 她也不能说是挑剥离间 她可能就是真心觉得就说 我要让你们知道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是她私底下又觉得说 我真的下 我真的准备要传给你 你加把劲 你加油吧 然后对着下一个 又下一次她表现不好 她又把另外一个叫出来说 我对你是比较有信心的 人人有希望 个个没把握 所以其实这个老爸 是让你觉得是非常的 就是你看了就是牙 恨的牙牙 你也不是恨她 她的小孩也是 他们后来都知道 老爸都在玩这些游戏 也知道了 一方面也恨她 但是一方面又很爱她 爱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永远得不到父亲的肯定 与爱 你就更想要爱这个父亲 你知道吗 就是父亲也不会说真的给你抱抱啦 或者是给你说一些很温暖加油 这样子的话 他都是用说用反面的方法 激将 激将法 就是说譬如说你看你哥哥曾经 曾经吸毒 这个老二 其实老二会让人家很有吸引力 是因为这个老二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是他一开始本来要去继承 没继承 他不就他就会很depressed 然后就开始行为出现乱 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会开始同情他 也就是说他甚至被扫地出门 然后反正有很多的故事 你就会觉得说他真的好可怜 其实他这么这么的努力 好 那所以后来我想讲的比较是 大部分的女性观众 来了 其实都是喜欢老二 投票 对 就是说他不帅 刚才江泽也说他不帅 可是这个演员太厉害了 因为呢 他去 这是他第一次人生中的大角色 哇 他在2018以前 开始 默默无闻吧 他是个舞台剧的小跑龙号 我没看过这个人 没有人知道 对啊 真的看第一眼不起色 完全没有起色 对 然后呢 他后来接受访问 他在2018第一季的时候 他住在一个 大概九平大的房 就是纽约的 这个小小 没钱住大的吧 小公寓 他只有一个杯子 一个叉子 一只刀子 然后一块肥皂 然后就是 他在 他就在形容 那个时候的他 喝到麦当劳 拿一点就好了 真的活不下去 这是2018 那现在的2023 他已经拥有一个美妻子 有三个小孩 有名声 有用不完的钱 有用不完的 因为片约现在非常的多 所以就说 这个剧 他才创造了他的玩火 改变了他的人生 真的 就是 这让我最惊讶的 就是 而且他说 他怎么去揣测 有钱人 有钱人 而且这个有钱 对 已经不只叫有钱 这叫做 Super Super Rich 已经是世界上的 富豪 对 0.0001% 怎么踩出那个 富家公子哥 世家公子 他怎么演 所以我觉得 更厉害的是 这个作者 这个作 这个编剧 编剧叫 Jesse Armstrong 他得了很多的很多 以前就得过很多的奖 然后他一开始 都丢很多文学 给他读 他说 譬如说 莎士比亚的 李尔王 然后就是那种 父子斗来斗去的悲剧 所以他都叫他 希腊神话最多 对 然后叫他看很多 那个八卦杂志 就说什么 什么有钱人 家里发生 对 家族的斗争 所以他才能够 真的是从一个 这么穷 他本身又是 那么穷的一个演员 饭都没得吃 怎么去演 一个超级富豪 然后所以他花了 很大的力气 那好在是说 他非常的认真 你说妇女最喜欢的 喜欢他 当然老妖 大家也很喜欢 因为大家也喜欢 皮皮的老妖 因为老妖 常常满口脏话 然后也常常 任性 很任性 那个好演 对 那个 这个很好演 你要内敛的很难演 老妖也受到瞩目 因为我们 大家后来才去肉搜 老妖是谁呢 谁 老妖竟然是 以前演 小鬼当家的 那个 最有名的 那个男孩子的弟弟 哦 弟弟 小鬼当家 记得吗 他是他的弟弟 哇 那弟弟真的是 小小 写小只 小只的 对对对 完全长大 就一名惊人 对 也是一名惊人 所以说 其实在这么多 候选人里面 结果 最后妇女选的是 好好做事 对 对 对老二 真的耶 老二很认真 可是老二有一些 情绪上的问题 因为他曾经是 好像被逐出过 是不是 逐出过家门 然后又 又啊 然后他甚至还公开 可能就是跟 就像我们看到的 八卦 对对对 对对 跟爸爸对干 或者是说 鄙视自己的家族 他觉得他自己 比较清高 我们台湾很多 你家突然间 好多企业的 反目股东会对干的 突然间都出来了 对 甚至 因为他的爸爸 太会操控人心 所以他这三个小孩 有的时候是 哥哥跟妹妹 成为一国 有的时候是妹妹 跟弟弟成为一国 有时候是 哥哥跟弟弟成为一国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谁真的是讲真话 然后有的时候 谁真的是你的朋友 谁真的是你的敌人 所以要演这个非常难 难到什么地步呢 所以这个真实的演员 Jeremy Strong 他自己说 这五年来 他都不跟这些演员 成为朋友 一眼演不出那个感觉 疏离跟 有点近又不近的感觉 所以即便他们在 私底下很多都是 好啊我们收工 一起去喝酒 他从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延续这种氛围 因为他就是不太能相信 他妹妹也不太能相信 他弟弟 所以他必须一直沉浸在 这个氛围 他不能够收工以后 大家又哈啦哈啦 所以他在片场上 有的时候是 让人诟病的 就是他不太亲切 因为他要一直维持 他那个老二的样子 所以他说 这五年来 他就是剧中的Candle 他从来没有走出去过 所以我觉得 你给我一个贵妇的角色 或是杜拜王储的角色 我就要一直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那事实上这些演员 当然也都很投入 但是他应该是最投入 他投入到这五年来 他没有接任何别的戏 这个就赚了 但是我觉得美国也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这个国家 说真的也让人家觉得 无穷的向往 为什么 我第一季我因为很好 我第二季我的经纪人就可以把我的身价堆到金字塔 真的 所以你就只有一个杯子变成一个杯子工厂了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让人家觉得说 我想要走这一行不只是我的理想 你也看得到他的丰厚的收入 真的 那当然是你知道吗 后来你这样讲到那边的时候 我觉得最厉害就是美国的编剧 真的 太厉害了 美国这么多好看的戏怎么写出来的 你说这编剧可能是有些是一群 有些是一个人 对 他的主干都是他在发想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不是好莱坞的编剧罢工吗 就全美编剧罢工 现在还在罢工 我快没有剧可以看了 他说怎么办 他说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剧的话 那我们这个好莱坞的产值 跟美国娱乐业的产值是这么大 对 可是好像说他们觉得说 比例来讲编剧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 就是演员可能有很大的收获 对演员会带来了很大的收获 他个人有很可能很大的名声啊 可是卖脑子脑汁榨干干 都黑掉的都没有那么好 对因为他们罢工 我听说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现在串流平台太多了 对 所以编剧以前呢 如果都只是在电视上播 他可以收到像权力金一样 可是重播他就不能收到 或者你在串流平台上面 看这出剧 看N年 他都没有办法再收到权力金 就像你的歌词写词的人 他以前是都可以收到版税嘛 对 只要他一直在KTV点播第一的话 对 对所以他们抗议的是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就给吧 我相信一定会达成协议 达成某种协议 对对对对 好总之我们再回来讲这出我心目中的神剧 接着呢 你就你就会看他慢慢的发展 然后他因为他要演一个虽然很有钱 内心却很痛苦的一个一个继承人选 永远永远怀抱着希望的 所以这个人呢 演员很可怕他也都让自己永远处于痛苦的状态 他说要多痛苦还可以生小孩 他说他每一次要快要开拍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他会故意摔跃 然后让他自己受伤 所以他演的时候他就会很痛苦 或者他成 出生的他的病比较重 然后他说他永远他要演的时候他要叫戏服一定要小一号 他要让自己很紧绷 然后鞋子要绑得很紧 什么都要紧绷 所以他就是要演那样一个很紧绷 然后随时都在斗争脑力的那样一个男人 所以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演员真的是疯了 可是他就是演得太好了 演完他应该心理医生那边 也会depression 我觉得这个戏他好看的最厉害有一点就演爸爸 爸爸那个太厉害了 他是英国著名的演员 所以他演一个苏格兰到美国的移民 白手起家 我觉得看他的时候我有点点像史恩康纳 对 那当然我们不能讲最后他发生的时候 对不对 这绝对不能讲 有些人听你讲才从第一季开始看 对 但是有些时候你又会觉得这个爸爸 其实是孤单的 因为呢就因为他并不是真正能够对小孩表现出爱 因为他总是在跟小孩是在处于一种权力斗争 因为他又不想放手 因为他也 所以他就做到死好了 对 可是他因为不能够真正表现我爱你 他从来不讲我爱你 对我对小孩子都是从来没有很亲切的那个感觉 小时候也没 对就是 所以这个为什么被心理学家现在被认为叫做 叫做 Succession Syndrome Sindrom就是这个这个疾病 这个症状是说 的确有很多有钱人 其实事实上另于给爱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要磨练你 所以我不能宠你 有病啊 对 所以你以为他过得很好 那只是物质的 物质也很好 讲的我们真的 我们也要做13集耶 对对 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 干脆直接由你来讲好了 那个其实是很难 很难的 我要承认 有点烧脑 它是我看过的美剧里面英文最难的 如果不看中文的话 英文非常难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在这么痛苦的环境 不会直接看字 对 非常难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穿那么紧呢 你为什么要可以听英文 我不但是紧哦 你也很紧 你更紧耶 我每一次看继承者之战 你知道我都差一点要沐浴更衣分享了 都要抱着非常崇敬的心理 不是致敬 是致敬 因为我觉得你看这出戏 有一点压力很大耶 对很严肃 而且我都会叫我先生不要吵 然后不能接电话 然后不能看LINE 就是我要那一个钟头 我要完全的专心 所以我也有病了 就是这个剧可以吸引我到 我完全 而且那个时间 不可以有人打扰我 然后温度要适中 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那个镜头啊 比他这个sustational syndrome还严重 你是symdrone的symdrone 所以观众也有病了 其实演员 我相信也有人说演完应该也有病了 因为大家都很depressed嘛 出不来 五年沉浸在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所以 那但是还是 他造成的轰动还不止这个 就是他们连他们的穿衣打扮也都造成 怎么了 就是因为大家以为 以为有钱人就是买很多名牌 错 他说你在这整个剧里面看 他们穿的都是 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贵的衣服 可是看得出来是贵吗 贵 就是很贵 而且他们在里面还会去讽刺 譬如说他们常办party 他如果看有人 譬如说拿个LV或者是Gucci 他们会笑 很标示性的东西 他们反而会觉得 对 就给我一个警惕 就是说你要参加这种富豪 你反而不能带名牌 因为他们会知道 你那个是几斤几两 所以你一定要穿的或带的 让人家不知道它有多贵 那我觉得我可能要穿Z牌的 小渔村的 他们没有去过那个小渔村牌逛过 他可能还会觉得 这个是某一个有特色的年轻设计师 对 差不多现在这种 就是真的叫做低调奢华 也就是说这种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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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的人 最贵的他们的是定制的 可能是每一件当然都是定制 然后毛衣一定就是 最cashmere之中的cashmere 但是他绝对不划上任何的品牌 他们觉得他们不要为这些品牌 那那群人怎么看得出你的价值呢 他怎么看得出你这件事 用了小羔羊的腋下的毛呢 该逼呢 用小羔羊腋下的毛是最软的啊 对啊 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世界 我们没有摸过 那眼光也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他们的见识品味看得出来 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每一个人都很fit 就是他的剪裁必须要是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 不可能是穿的松垮垮啦 或者是不适合 紧啊 要紧啊 你讲的比较像男士 因为男士的定制服 你就是看得出它是很贵 可是叫不出牌子 对 而且要紧 而且跟韩剧里面演富豪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韩剧就是很夸张 韩国就是没有富豪啊 对 所以说演来演去就只有那个家族 而且是他们想象的 想象的 是他们自己想象的 对 而且永远把富豪就演得非常的坏 那么肤浅 那他说secession他们分析演得好 是因为你反而开始同情这些有钱人 可怜 他们之间没有爱 他们不信任彼此 他们有非常好的生活 做直升机 有用人 有司机 可是不快乐 他们内心每一个都很空虚 每一个都不确定 爸到底是是讲真的还假的 是真的爱他们 还是不爱他们 可是我觉得这有一点可能 是因为这几年不是疫情吗 这可能是白宫精心策划一个说 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没钱 你看那些有钱人多可怜 你们才是最快乐的 对 你看那些有钱人 你不要想了 他们一点都不happy 对 你们才是最happy的 故意让我们来有一个 求开心 对 用这出戏的来包装一个苦命的富豪 然后让我们这些 底层阶层绝的人 我们过得很happy 对 我觉得你这个阴谋论真的太厉害了 没有但是我不happy 没有 我觉得是 叫我们不要仇富 不要仇富 他们很不开心 还有你们要知足 我Q1Q2Q3 我给你们多少的那个 补助金啊 有可能 对啊 所以他会让人家同情有钱人 不这就是现实上 为什么心理学家说 他们的病人 很多有钱的小孩 还真的都是这样 没有真爱 所以这也可能是真的 在有钱人的世界里面 他们很令于给爱 或者他们认为的爱就是 给你一个盛大的party 或者是给你一个纽约豪宅 可是他们很 可能很令于赞美自己的小孩 这我很惊讶 这是心理学家说 这是真的他们 他们很多有钱的病人 内心都空 所以美国才会去吸毒 喝酒 你看 包括我们现在的 拜登总统的二儿子 Hunter不是也吸毒 川普的小孩 也是有曾经吸毒啦 酗酒啦 各种名人的第二代 其实都有这些问题 是不是他们真的都缺爱呢 我觉得也有一种 就是说有些心理医师 他特地会营造一种状况 来吸引病人 对 就是说 你搞不好有这种症状 那我常常接受访问 你有这个问题 或者你想象 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来看这个门诊 因为你要来看这个门诊的时候 就表示标志了你的身份 我来看这个有钱人 后遗症的门诊 可是有钱人第二代 为什么那么多需要去吸毒 需要去喝酒 这个要问你小孩了 他们是第二代 所以他们的痛苦应该是真的 好 谢田老师 大家欢迎来挑战什么 他哽咽到说不出来了 来加入继承者之战 然后来跟我一起沮丧 一起来挂号 小伙承者之战 哎呀 那边就能为了 那边就能为了 这边就能为了 啊 那边就能为了 感谢观看